29日上午,习近平等来到国家博物馆,走进一个个展厅,仔细观看展览,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。 一幅幅图片,一张张图表,一件件实物,一段段视频,把人们带回了近代以来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难忘岁月。 在19世纪末,列强搁占领土,设立租界地,划定势力范围示意图前,在鸦片战争期间虎门的大炮前,在反映辛亥革命的文物和照片前,在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权益本前,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等,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文物和照片前,在李大钊狱中亲笔字述前,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,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照片前,习近平等不时停下脚步,认真观看,详细询问和了解有关情况。 在参观过程中,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,习近平说。 刚才啊,我们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,这个展览啊,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,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,也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。 官后感触良多,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示。 中华民族的昨天啊,正可谓雄观漫道真如铁。 我们这个民族啊,近代以后,遭受苦难之深重,付出牺牲之巨大。 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。 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,不断地奋起抗争,我们也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。 我们开始了啊,安排自己国家的建设的伟大进程。 这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。 中华民族的今天,正可谓啊,人间正道是沧桑。 改革开放以来,总结历史经验,不断地艰辛探索,终于找到了一条啊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。 这条道路,这条道路,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。 中华民族的明天呢,可以说就是啊,长风破浪会有时。 自1840年以来,我们是持续奋斗,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。 我们大家都能感到啊,我们现在比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。 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信心,都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。 回首过去,我们全党的同志要牢记,落后就会挨打,发展才能自强。 我们审视现在啊,全党的同志都要牢记,道路决定命运。 找到一条啊,正确的道路是多么的不容易,我们必须啊,坚定不移的走下去。 那么我们展望未来呢,全党的同志啊,也必须牢记。 把蓝图变成现实,我们还将走很长的路。 我们必须为之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。 每个人啊,都有理想和追求。 我们说的每个人都有梦想。 现在大家也在讨论中国梦。 何谓中国梦? 我以为,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。 因为这个梦想啊,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宿愿。 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。 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啊, 的一种共同的期盼。 历史告诉我们啊, 我们每一个人的,个人的前途命运, 都是和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, 都是和这个民族的前途命运, 密切关联。 国家好, 民族好, 大家才会好。 我们呀,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 去奋斗的, 这个历史任务, 光荣而兼具, 是需要我们一代, 又一代的中国人啊, 不懈地, 为之共同努力。 所以说啊, 空谈勿国, 实干兴邦。 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啊, 就是要既往开来, 成前起后, 建设好我们的党,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。 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, 要把我们的民族发展好, 要继续坚定不移地, 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, 这样一个历史目标, 奋勇前进。 我坚信, 中国共产党, 成立一百周年时,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, 一定能够实现。 我坚信, 中华人民共和国, 成立一百周年之时, 把我国建成富强, 民主, 文明, 和谐的, 社会主义, 现代化国家的目标, 一定会实现。 我更坚信,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, 一定会实现。 参加贪官活动的还有, 赵乐际, 栗战书, 杜清林, 赵红柱, 杨精。 复兴之路基本陈列, 共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, 半封建社会, 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, 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重任, 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,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, 通过一千二百多件套珍贵文物, 八百七十多张历史照片, 回顾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, 中国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, 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,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, 争取民族独立,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, 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。